在这个民法第二边关于这个债边的学习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呢 在债边的体系的部分呢 可以把债边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债边的总论 那也就是债的这个通则 那这个部分呢 要跟各位介绍的是关于各种债的这个得丧变更的基本关系的相关规定 第二个部分呢 是债边个论的部分 这是在这个各种契约的说明 那这个部分呢 要跟大家讲解的呢 是关于我们一般人民在社会生活当中呢 可能会运用到的各种契约的类型呢 就是债边各论的规定 那这是关于债边体系的两大个类型 那在这个债边的总论的部分呢 也就是在这个债的通则的部分呢 根据条文的这个规定的这个内容呢 可以区分成六大区块 包括了债之发生 债之标的 债之效力 多数债务人及债权人 债之移转 以及债之消灭 这六大部分呢 是在债边总论呢 简称为债总的部分呢 大家所要学习的六大区块的内容 那在债边各论的部分呢 讲到的是各种契约 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了买卖 互议 交互计算 赠予 租赁 借贷 雇佣 承揽 旅游 出版 委任 经理人及代办商 居间 行记 寄托 仓库 运送 承揽运送 合伙 以民合伙 合会 指示证券 无记名证券 终身定期金 和解 保证 以及人事保证等等 这些都是这个债边各论 简称为债各 这个部分呢 大家所要学习的各种契约的类型 那我们可以知道啊 在这个民法的学习上啊 在债总的这个部分呢 大家可能会觉得非常的繁杂 那因为债总的规定的内容相当的多 跟这个民法总则比较起来 民法总则的规定是比较少 而且比较清楚的啊 那债总的这个规定呢 牵涉到不同法律 法律行为啊 之间的这个交互的运用啊 所以说呢 有时候呢 如果大家没有多用点心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这个部分呢 是比较难以理解 而且比较难以应用的 那不论如何呢 大家在学习民法的时候 还是必须要维持一个基本的观念 那就是所谓的司法自治原则啊 即使是在这个债边的这个学习上呢 还是依照这个司法自治原则 来进行相关的规范啊 那我们可以知道 民法呢 是鼓励各个权力主体呢 可以透过法律行为的方式 跟其他权力主体之间 来发生法律关系 那在人跟人之间的 这个法律关系呢 在民法呢 就把它称为是债的法律关系啊 我们可以这么说 在这个法律关系的 发生的这个原因上面呢 民法在整部民法里面呢 所设计的法律关系呢 可能包括了三种太样啊 那第一种主要的太样就是我们 在这边要跟大家介绍的 这个债的法律关系 这个债的法律关系呢 是透过当事人之间的约定等等 所发生的 这个是人跟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啊 那另外呢 第二种太样啊 是在民法物权边所规范的 这个是规范权力主体 跟权力客体之间的法律关系 那民法呢 把这样的一个法律关系称为 是一种物权的法律关系 那我们在民法第三边的物权边呢 所学习的就是这种 权力主体跟权力客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啊 那第三种法律关系的太样呢 指的是权力主体跟权力主体之间呢 基于一定的身份关系呢 所发生的法律关系 那在民法的部分呢 在第四边的亲属边 跟第五边的继承边呢 就是属于呢 规范这个身份关系的 这个相关的规范啊 那这个部分呢 是关于法律关系的三种主要的太样啊 那在第一种太样的部分呢 在这个人跟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就是我们这边所要学习的啊 当事人之间要怎么样发生法律关系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 不管是哪一样的 这个国家考试都可以常常看到 这个实例题的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问大家 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如何 我们可能看到在这个考题呢 陈述了一些相关的这个 事实的关系 那最后就问大家说 那请问啊 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 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提问的时候呢 我们就应该去想到 题目的当事人之间啊 提议所示当事人之间 是否发生了类似债的法律关系呢 那民法债总编呢 就是以债作为这个规范的重点啊 那我们可以来看到 在这个债编的学习上呢 我们当然必须先来看看 债的发生原因是什么 那在这个债的发生原因了解了之后 再来看看 债的发生原因产生之后呢 产生了什么样的债之关系 那在这个债之关系发生之后 会产生怎么样的债之效力呢 那既然这个债之效力产生之后 可能呢就会发生了债之效力 发生消灭的情况啊 所以我们也会学习到关于债之消灭啊 那这个地方就是所谓法律关系的发生 还有效力的变更啊 以及债之消灭啊 可能会有时间上的问题啊 所以说呢 这就是关于债编的部分呢 大家必须要特别注意到的 那 关于债之 comedic